家里的五座车型不够用了 要换个MPV七座车型开 请问丰田赛纳和别克G128 哪个更实用 更好 更舒适 质量更好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 这两款车子的发动机变速箱 价值感受 还有车子安全上 到底哪更好一些 哪个限比高 首先呢 这两款车子最大的差距啊 丰田赛纳是一个双勤混动车子啊 油耗更低 大概十一油耗 就是六个到八个之间 它的定位就是居家使用 四驱代步 非常不错 油耗低 还舒适 挺好的 但是需要加价去购买 而别克G128呢 它的定位就是说商用 商务使用 外国内饰更加的商务 更高级 豪华 并且适合于跑长途 底盘的支撑性扎实感 是非常优秀的 跑一来四平八稳 很好 主要是有这段 这么一个区分 那么说到丰田的双勤混动技术 也许大家很多都顾虑 行不行 质量行不行 能不能用 其实丰田所有的双勤混动车 都是这一套系统 就是丰田那套 TSS 双勤混动技术 早在1997年 第一代丰田普瑞斯车身上 就用上了这个双勤混动技术 到现在也泛到第四代了 相对比较很成熟 很稳定 没有任何问题 它再次由一个 2.5层的 自然吸气 阿特金层发动机 和一个发动电动机 还有发电机 液线电池组成 那么它这个 TSS 混动系统的核心技术呢 就是由一个 行星齿轮 动力分泌器组成 那么这个行星齿轮 动力分泌器呢 什么作用呢 就像一个大脑指挥家一样 我什么是用电去动车子 什么时候用油去动车 什么时候双筋混动 然后呢 这个时候还得达到一个 动力足 油耗低 然后来后期化 没有任何顿错的感觉 所以说它这个行星齿轮的动力分泌器 还是非常牛 非常牛的 据说呢 也很稳定 大家可以分泌 总是这样 而这个别克G28呢 它这个搭载的是一个 代号为通用的 代号为LSY的一款 2.0T支泵涡轮扎发动机 匹配个91T变成箱 扭计350 买了237 这个动力组成呢 是在别克的骑车车型上 还有雪佛兰的车型上 还有这个凯迪拉克车型上 就所有这个通用旗下的车型吧 都在使用这款发动机变成箱 质量上的耐用性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那个发动机呢 是非常不错 加速很快 很犀利 初步这个加速呢 非常灵敏 快速 但是它那个9AT变成箱呢 你要说跟爱信的比 跟财富的比 是比不了的 但是比普通的一些 AT变成箱呢 质量还有好一些 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呢 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 总之 这两款车 你就是纯纯家用 我建议你就选择这个 塞纳 但需要加价购买 油耗品低一些 舒适 低速行驶的时候 只用电驱动车吧 那么需要这个 输入起来之后呢 达到一个发动机的 巨大的这个 功能效率 油和电一起驱动车吧 如果你需要极加速的说 那么 油和电 都以 最大的这个功率 去输出 带动这个轮子 能达到一个 最大的一个 加速的效果 如果是高速巡航的时候呢 你送过一门踏板 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 或者踩擦车的时候 有都能回收 还能就进行这个 发电 所以说油耗是非常低的 更适合于家用 有武器能源的感觉 非常不错 如果是存在商用的话 跑商图 接待用 那就必须选择 别和G28 它更好一些 就是这样 那你们买过 开过再两个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 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换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